我们来借由讨论这一组数据来了解四种这个平均数的概念 那我们知道呢,平均数是在讨论什么东西 是在讨论呢,一组数据或者是一组资料的这个集中的趋势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在探讨的是 好像它集中在哪里,它集中的这个趋势如何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从我们最熟悉的东西下手 1,1,1,3,4,5,6 我们常常在求所谓的平均的时候呢 我们喜欢把这一些东西加在一起 1加1加1加3,这样已经是6了 再加4呢,是10 再加5是15,再加6呢,是21 然后总共有7个数字 所以我把这7个数字相加以后除以7就得到是3 这个3呢,就被称为算数平均数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在用的其实就是加减乘除而已 没有其他更复杂的运算 所以呢,就像是四则运算一样 好,所以是算数平均 是长这个样子 好,那可是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历程当中 你可能听过另外一种平均 叫做几何平均 这个我们呢,稍晚会跟大家来说明 那几何平均的部分呢 直接先说,它的这个算的方式则是把所有你要算的数字呢 这里面每一组数字给它相乘 乘完了以后呢 再开,刚刚是7个数字就除以7 那现在7个数字就开7次更好 所以里面乘起来呢 这里3、6是18 4、5呢是20 18乘以20是360 所以呢,就会是7次更号360 OK,这个是呢,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和呢,写错字了 这应该是几何平均 好,那再来呢 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重要的是,其实平均数不是只有这两个 后面有些平均的东西哦 还有呢,一个我们在先前 应该是国中的时候 你应该有学过的 叫做中位数 那中位数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一组数字 从小到大排出来的时候 在最中间那个位置的 就是中位数 所以呢,这一题的中位数就是3 那如果说呢,今天 诶,我这个多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多了一组 一个数,8在这里 就是呢,有第8个数字 这时候没有中间那一位啦 因为1到7号的话 中间那一位就是第4号位置 可是如果是1到8号的话 中间那一位就是不3不4咯 那其实呢,就是找这个3跟4的中,第4跟第5的位置 的中间也就是呢,3跟4相加除以2 所以如果是这个case的话 也就是粉红色这个状况的话 那么就会是呢,把最中间的两个数字呢 拿来相加除以2 OK,这个则是中位数的部分 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叫做重数 重数呢,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它就是找在这一组数据当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 出现最多次的 所以大家一看 111,3456 哪个东西出现的次数最多 当然就是1啦 因为它出现了3次 OK 那重数什么时候特别会常用 常常用在呢 如果不是数字相关的这个 呃,这个资料 举例来讲 如果今天我有这个7颗水果 里面呢,有3颗苹果 苹果,苹果,苹果 然后呢,香蕉,芭乐 然后葡萄跟这个莲物 举例来讲是这个样子 那什么样的水果最多呢 或这一坨水果 能以哪一种水果来做代表 那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 数量最多的 那就是苹果 OK 所以重数的意思其实就是 去找到这当中呢 最多的那一种数字 或那一种资料 好 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后面这两种呢 它基本上 不会受极端值影响 不受这个极端值影响 也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我突然这里出现负100 我这边突然出现1万 算数平均数跟几何平均数 是会受极端值影响的哦 OK 是会受极端值影响 因为你看一加下去或一乘下去 哇 那个数字就不一样 但是呢 如果是中位数跟重数的话 基本上它比较不受极端值的影响 影响 所以呢 这是这几个这种平均数呢 不同的这个面向 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比较深入一点的 去谈算数平均数跟几何平均数 但是当我们提到平均数这个概念的时候 在讨论集中趋势的时候 其实你脑袋要很清楚 其实是有四种不同平均数的这个表达方式 所以要搞清楚 你是在讨论哪一种哦